其实有一句老话说 一个电影的诞生是有两次 第一次是当编剧把它写在纸上的时候 这是它的第一次诞生 第二次诞生是当导演把它拍出来的时候 这个电影是它的第二次诞生 但我觉得一部电影 它的第三次诞生 就是由观众们在电影院里面 把它给看了 然后去理解了这个电影 您现在正在收听 南半球最火的华语电影节目 大话说电影 我是你的主播老张 我是主播包子 很高兴再次跟大家回到我们大话说电影节目 这是我们第243期 是的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 那么听好的节目 经常需要一副比较好的蓝牙耳机 是吧 这次节目我们有一个福利 会给三位听众朋友们抽奖 抽取一副由Fill 赠送的一副叫Fill Key 真无线蓝牙耳机 这款耳机其实挺不错的 耳机特别轻 才3.7G重量 特别特别的轻 然后用的是蓝牙5.3的技术 连接很快很稳 最好的就是 其实这个耳机 就是光自己耳机本身 就可以续航5小时 然后再加上充电盒子的话 基本上可以充24小时 就是你可以一直戴着我们的耳机 然后听我们的节目 一直不用断 然后这个耳机就是有一点特别好的 你知道我不是很喜欢戴那种入耳 塞在耳朵里面的那种耳机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戴了时间长了以后 耳朵会感觉特别胀 特别难过 这个耳机 它其实是有点像苹果那种 挂在耳朵上的那种设计 它这个是一个德国设计 所以挺好的 而且另外就是 塞到耳朵里面去那种耳机 戴了时间久了以后 耳屎特多 然后需要清洁 特恶心的感觉 所以这个就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点 你刚才说这一点 我倒是挺有共鸣的 因为我一直都是戴这种 就是入耳式的这种东西 平时上班 然后就是说在交通的时候 跑步的时候 都会戴那种耳机 所以说时间长了 经常会需要不停的透耳朵 而且就是 有时候我们的耳机 并不需要一个降噪功能 为什么 就是比如说我在家里面 我在听什么东西的时候 我基本上不用降噪耳机 因为降噪耳机的话 会有生命危险 就比如说 老婆在楼下叫了三次 然后你都不理睬 然后他就说 你胆子越来越大了 是吧 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这个耳机 其实我平时打游戏的时候 也特别好用 因为它的延迟特别低 所以就打游戏的话 特别需要这种 比如说你打这种CS 这种游戏的话 听脚步声什么 特别重要 所以今天这副Fuel Key的 真无线蓝牙耳机 就是特别好 然后这个牌子 其实也挺不错的 就是你可以看到 现在耳机 其实分三大类 一类就是经济实惠型的 一类就是可能是高端型的 价钱比较高的那种 然后还有一类 其实货不怎么样 但是经常会请很多明星 出来来做广告 然后把这个耳机说得很好 这种耳机的话 其实就性价比不是很高 所以我们今天推出的这副耳机 真的是挺不错的 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 那么我们这次怎么抽奖 我们会在各大平台中 挑三位听众朋友 但是这三位听众朋友 必须是中国大陆的 因为我们要把你的地址 发给这个厂家 让他们可以把这个耳机寄出来 所以请大家留言 并说一下你们最喜欢 大话说电影的哪一期节目 聊的什么电影 说一下 我们会挑三个最好的 然后会私信你 问你要地址 然后把耳机发给你 这个倒是真的 因为我们平时在群里面聊天 的朋友都是比较熟悉的 就是老张 其实本人对耳机这方面的东西 其实是特别感兴趣的 今天大家说的 自己好像一抽屉都是耳机 各种各样的耳机 所以说我们大话说电影 做了大概243期节目 今天也是第一次 给大家具体送福利 有这么一个小小的活动 所以说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们 能够踊跃参加这个机会 不要错过 对 那么有了好耳机 能听好节目 那么有好节目 一定要有好嘉宾 是吧 我们做节目 那么长时间以来 已经有很大一段时间 没有请女嘉宾 来做我们的节目了 是吧 是的 那么这次呢 我们还是请到了 我们的老朋友 罗涛涛 罗涛涛呢 是著名编剧 然后现在也是 微博上面的一个 名微博博主了 经常搞些直播什么的 是吧 那么我们有请罗涛涛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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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涛涛 首先不是什么名博主 就是一个小小的小微 也是 也不是一个著名编辑 就是一个普通编剧 大家好 大家好 那除此之难 今天不止请到一位女嘉宾 今天我们还请到了第二位女嘉宾 那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 本来是一个文艺女青年 后来成为了女企业家 然后现在呢 也是做一些电影投资方面的一些事物 那么我们有请Kathy 哈喽大家好 也是没有像老张说的那么夸张 我现在今天的身份 主要就是一个观影者 还有就是因为今天聊的电影里面的 有妻子女儿和妈妈的角色 我觉得可能这个才是我今天聊这个电影的一个身份 我们大话说电影们 就是这么长时间以来 一直都是在嘉宾方面 比较挑剔和收敛的吧 但今天我们一下子请到了两位美女嘉宾 证明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电影 一定是非常非常的重头了 对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部电影呢 叫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顺息全宇宙 中文叫 这部片子呢 要说起来的话 在网上已经被大家讨论了一段时间了 因为这个片子本身是一个非常小众的片子 他虽然说讨论的是一个平行宇宙的这么一个概念 或者是主题基调吧 但是他其实是一个制作成本特别小 然后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很大的广告宣传的这么一个作品 在美国呢 他是在3月11号的时候参加了一个当地的电影节 然后在3月25号的时候 算是正式上映的吧 在电影院里面跟普通观众朋友们见面 那么到现在呢 其实他已经上映了将近两个月了 有7周到8周这个时间了 就是说过了7周到8周啊 我们才开始注意到这个片子 然后慢慢开始大家都已经看过了 然后觉得有机会可以来讨论这个片子了 我觉得这种这种电影现象在以前也是非常少见的 对 其实这部电影一开始在美国播放的时候 他选择了一个特别牛逼的方式 他是每一周在一个不同的美国的一个周 就是不同的周 每一周的换一个周这样播放 所以你只就是在每一周 你只能在一个地方看到这部电影 这部好像持续了一段时间以后 然后他再打算把它整体打开 然后在那个3月底的时候 在全美国开始播放的 那这部片子播放到现在的话 其实他大多数的票房还是都是来自于美国的 在全世界的市场上 我们澳洲这边算是票房第二好的 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俄罗斯 也是挺奇怪的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就好莱坞有很多电影 是不放给俄罗斯的市场了 是吧 但是这部电影在俄罗斯的票房还是挺不错的 应该也是因为他们没有其他电影可以看吧 不知道了 那么两位嘉宾你们都是什么时候看的这部电影呢 我好像是我在去年的时候就在微博上看到这个电影的预告了 就还蛮早以前的 因为这个预告在微博上还挺受关注的 虽然说他大众上好像不太有很多人知道这个电影 可是我记得当年转那个预告的时候 在微博上那个预告的转发量是挺高的 不然他不会被我看到 所以就是我看这种 就是使用社交网络的人 可能就是已经知道这个电影了 但是那个时候看这个预告的时候 没有对他有特别深的印象 感觉像是因为是杨子琼主演的吧 感觉就是现在这个亚裔演员 就是突然就是崛起了嘛 然后那时候感觉是这个亚裔电影热 所以我记得我当时跟风转发的时候 也是说有点期待他这么大年纪了 然后又重新演了一个 我当时以为这是一个action film 所以我以为就是他又动腿动手了 然后我们当时是这种心态去转发的 所以我很早就知道他 但是我是今年就是大概一个月前吧 开始看的 因为到现在为止我已经看了 我该看第四遍了 所以我在这一个月里已经看了三遍了 那应该就是一个月前看的 应该是他一到澳洲 我就因为我以前就知道他 我又看到微博上的美国那边的网友 就是华人 他们在微博上写了一些关于他的评论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有点超出我的预期 我就赶紧去看了 那Cathy 你呢 我是也是大概两周之前看到微博上在转发 然后朋友圈录去 有朋友好像就开始看了 但是真正把我赶进电影院的就是Toto 他从大概一周前我就开始知道他疯狂的轰炸每个人 包括他的圈里包括他看完之后 他写了很感慨的就是他觉得非常的震撼 然后就是因为我也是Toto的粉丝啊 所以他说的我也会很重视 再加上我已经很久没有看电影了 就是自从疫情之后 我就没有进过电影院了 正好找这个机会 就带着老公去电影院把他刷了 然后也确实是如涛涛所言 非常值得在电影院看 对 这部电影其实很有意思的 就是我一开始很想看这部电影 但是找不到场次 因为场次特别少 但是我这周再去看的时候 场次又多起来了 也是这个就是口碑比较好 然后票房比较好 所以电影院愿意给他更多的这个场次了 因为在这个之前的话 其实我最近看了不少电影 包括这个北欧人啊 还有那个尼古拉斯凯奇的那部新片 然后奇异博士啊什么的 反正各种电影看的特别多 每次想去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总是找不到好的场次 那这周他的场次打开了以后 我才有机会把这部电影给看掉的 其实最早的时候 我是想在奇异博士之前 把这部电影给看掉 因为两部片子都是说的 这个平行宇宙之类的这些东西嘛 所以他的就是 嗯 他的话题会比较接近 那我想就是看掉了以后 我们在聊那个奇异博士的时候呢 可以做点对比 但现在就是看完了奇异博士 再看这部 我只能说我就觉得 奇异博士的那个平行宇宙 做的太保守了 然后这一部呢 又做的可能太夸张了 有点收不回的那个感觉 我就是觉得你说这个 关于这个电影 安排场次的问题 我深有同感 因为最近 我也经历一些工作方面的变动 所以说白天呢 就是时间自由度特别低 没有什么机会 在白天的时候出来 找这个电影场次来看 只有在晚饭之后才有时间 所以说我在看的时候 是我们本地一个小电影院 晚上九点半的一场 看完这个电影的时候 已经过了午夜了 但是就说这么一场就是在一个小影厅里面 我进去的时候 大概电影院里面做了大概将近三分之一的人 让我觉得特别惊讶 就是说这个片子其实它制作成本特别小 我们好像在上周讨论新闻的时候提起过这个信息 就是说这个片子呢 其实它制作成本只有两千万美元这个样子 就是跟奇异博士比起的话 大概是奇异博士的十分之一的这么一个制作成本 但是说这个片子呢 现在已经在电影院里面停留了大概七周八周 然后感觉还会继续发展延展下去 看了一下北美每周的这个票房反应啊 就是说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可能是一个低谷 但是在周末的时候 它都会往上扬上去 整个这个周末下来 大概大概会有四百万到五百万收入的这个样子 就是说一直都没有下降或变弱的趋势 感觉好像是它在这个电影院里面会 只要它不是说几千个电影院同时上映的话 那么就能一点一点的这么继续往前续航 可能还会续航很久 就是说对这个片子有兴趣的人 其实现在是越来越多 对就是以前有一部小众电影 也是就是续航时间很久 然后票房达到很高的 就是My Big Fat Greek Wedding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 反正就是说一个希腊人结婚 那种一个故事 反正在美国放了很久很久 最终票房是非常高的 其实我们说的那个Avatar 其实也是 就是其实它一开始的票房不是很高 但是它一直在电影院里面 一直放放了很久很久 所以现在的话 据说Avatar又把那个终局之战给打败了 现在又是就是票房最高的电影了 那么Tout你是看了这个电影 在这里是看了最多的一位了 那么所以我们就先从你来问吧 就是你为什么那么喜欢这部电影 那么你肯定是很喜欢 所以去看了四遍 你觉得这个东西里面什么东西最吸引你 然后看完了以后 什么东西是对你来说印象最深刻 最打动你的呢 首先我觉得有一点 我就是从这个制作上和剧作上来说 我非常的惊讶 就是就像刚才你们说的 我知道这个片子的制作成本非常的低 就是我看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得到 但是我惊讶于他用这么少的钱 用这么少的力量 却讲了一个 甚至一个特别简单的故事 却讲清楚了 完整的讲明白了很多很多的主题 这个事情让我非常震惊 因为首先我自己是一个编剧 我知道一个简单的故事里 你用一个故事讲明白 一个道理就已经非常难了 而且很多人还不接受 就是因为有可能你这故事没讲好 所以你道理也没讲好 或者你道理讲清楚 故事很干扁 人家不想接受 但是他是那种 用了一个很简单的故事 却讲了 我刚才算了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差不多有十个主题 他全部都讲到了 而且你从中只要把任何一个主题提举出来 你都可以从头到尾把它分析完 也就是说他把每个主题都完整的讲到了 而不是就是说我浅浅涉猎一下 这个让我非常的震惊 就是我很久没有见过一个融合了这么多东西 然后还把融合的所有的东西都讲清楚的电源 这是你要说让我觉得对他最大的感受 以及我为什么会不停的去刷他 他值得我刷这么多次 就是因为我要把它每一条线都理清楚 我需要看很多遍 然后我越看越发现 他的剧作太牛逼了 就是非常厉害 我也是觉得就是这个故事 其实你说他特别简单 其实是特别简单 因为所有的大道理 其实都是一句特别简单的话 这句话其实谁都懂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人陷在里面的时候 是不愿意去听这个简单的道理 或者是听不进去 或者是听不完整 或者是没有办法 想到自己怎么样去用这句简单的话 所以我在就是我们的电影群里面 也有很多观众朋友们 就是看完了以后 在群里面说 就是这部电影对他们来说非常好 可能是三年来最好的一部电影 还有个女生说 她的老公看完了以后 就是心里面一直有个结打不开 但是看完了这部电影 然后自己想了一个晚上 把心里的结都想开了 我就觉得 如果一部电影可以做到这样的话 其实是非常非常成功的 那除了就是 套到前面说的这里面的这些主题的话 我觉得其实作为一部那么小的制作 他把这个电影的包装也做得 是特别特别的成功 就是在这些主题之外的话 其实你没发现 他是把它做了一个武打的包装 甚至在所有的宣传 让你觉得好像是一个 可能是一个女英雄拯救平行宇宙的 这么一个故事这样感觉 所以如果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包装的话 可能他的票房 不会要有现在那么好 因为要把观众吸引到 这个电影院里面 去看这样一个电影 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我是觉得这两个人 就是两个丹尼尔斯 这两个人 编剧和导演 这两个人其实是一对丹尼尔组合 他们名字都叫丹尼尔 他们在2016年的时候 曾经出过一部片子 叫做《瑞士军刀人》 那部片子其实也是跟我们今天说 这个顺序全宇宙非常相似的 但是那部片子里面讲的就没有 今天我们说的顺序全宇宙里面的 就是节奏这么快 然后就是动作感觉和娱乐 比如说这种小品式的搞笑的东西 特别丰富特别多 所以说那部片子虽然说也是一个 非常灵魂拷问 非常自我审视 给你的感觉 是在照一面镜子一样的感觉 但是那个片子的 就是市场成功的程度 就完全比不上 今天我们说这个顺序全宇宙 我觉得一个主要的原因 就是这两个人 其实是从他们过去的经验里面学习了 知道了如何把这个电影 至少把它拍起来好看热闹 这样就是说 虽然说有些观众 对后面的这些大道理什么的东西 并不是特别感兴趣 但是这个片子仍然可以带来 就是足够的观影的这种满足感 所以在这一点上 这个片子是比当年2016年的 他们的前一部作品要成功很多的 对 我觉得这个也离不开 这个制作公司 A24 A24 这个制作公司的这个崛起的成功 因为在2016年的时候 大家对这个公司的了解 还是比较有限的 因为他们好像是基本上 从1314年才刚刚开始 所以可能在16年的时候 大家对他们还不是特别了解 但是我记得好像16年 他们的月光男孩就拿了奥斯卡 是吧 然后后面的话 有很多冲奥斯卡奖的这些电影 都是从小公司里面出来的 这个小公司就是拿最少的钱 拍最好的东西 现在基本上有这样一个域名 在这边了吧 所以就大家现在对他出品的东西 特别有一个质量保证的这种感觉 那么就是说 我想问一下 老张啊 我们刚刚聊过这个奇异博士2 那么他在这个片子里面 也是平行宇宙 这种实现和思路 那么相对于这种平行宇宙 在其他电影里面的体现的话 你对瞬息全宇宙这个片子 你是怎么做比较的 我觉得可能从18年19年的时候 有了那个蜘蛛宇宙的那部动画片以后 其实这几年 其实我们看这些平行宇宙的电影 或者是电视剧特别特别的多 所以这个平行宇宙的概念 其实也是挺有助于这部电影的 就是更多大众观众 对平行宇宙这个概念 更容易去接受这玩意儿了 所以就有很多人就觉得 我可以去看这个东西 不会觉得看不懂 因为就类似的话题的话 看了很多 然后这部里面真的 因为这部电影你知道吗 它的英文名字叫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然后它的海报后面 还有一个副标题 就叫天马行空 我觉得这部电影在新加坡 好像就叫天马行空 没有别的名字 我觉得这四个字 特别能表示这部电影里面 真的发生了所有的 如果你要用四个字来概括的话 就是天马行空 我对他们能想出这些东西 然后把这些东西 可以组合在一起 然后拼凑出一个 比较完整的这样一个故事 然后说了 就像套套前面说的 十个大道理放在里面 然后跟你说 然后很多东西 而且是我觉得 可能是更适合 我们这些亚洲观众的 因为他说到很多 就是亚洲家庭结构里面 会出现的这些问题 或者是家庭成员里面 这种沟通方面出现的问题 我觉得这些东西 不一定老外能感受得到 特别是他们就是一家人 是移民到美国去的 也是第一代移民 所以很多这些东西的话 可能在一个移民家族里面 才能可以去感受到 这里面的很多东西 那么Cathy 你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你觉得最受体会的是 哪些东西呢 我看这个电影 从最一开始的 大概一个小时 录戏都有点困难 我大概知道他想讲什么 可是由于他的那个口音 虽然是华语跟广东话 但是口音挺怪的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 我觉得有点出戏 然后呢 后面越来越渐入家境 主要是我本身是一个 二代移民的这个 孩子吧 家庭的孩子 然后呢 这个电影其实到后面 我看得越来越完整的时候 其实戳中我的点还挺多的 我刚才也说了 就是我是可能带入 就是这个电影引起我共鸣的 就是我能带入的身份 可能第一开始 我就会把自己带入到 女儿的角色 就是我跟妈妈的关系 就是母女之间的关系 会被戳中 然后呢 和这个先生之间的关系 然后之后跟这个孩子之间的关系 都可以戳中我的点 所以其实这个片子到最后 是赚了我的很多眼泪的 嗯 对 然后这个可能第一个哭点是 是因为 不知道大家看过这个电影没有 第一个哭点是在 所有的混沌 就是他们会经历的一大段打仗啊 就是打架 然后非常非常混乱 很多快捷的这个剪辑 就是快闪的这种剪辑 然后突然间回归到 虚无的一个状态 变成两个石头 那个是我第一个哭点 然后我当时就一下子就崩了 因为前面的情绪 其实已经积累了挺多的 然后突然间就 就给了我一个 很大的空间 就是前面积累了很多 overwhelming的那个情绪 突然间 一下归于平静的时候 我的情绪就爆发了 因为他给了我空间爆发 当时我的感觉就是 这个导演 他调动情绪 观众情绪的能力很厉害 就是我觉得他可以一下 我不知道多少人 能在这一点上可以 就是说 get到这个哭点 当时是我第一次崩 然后自打那一个 那个哭点之后 后面就是一直在哭 一直在哭 大概是 这是我的一个感受 套套你哭的多不多 当时第一次看的时候 我也是 我应该也是从那个 我好像比你还早 我应该是比那更早之前 就在哭了 但是从那之后就一直在哭 我也是一直就是默默的流泪 我就幸好没有戴口罩 不是微博上有一个图吗 就是有一个人 就是展示了一下 他那个就是影评 就是他哭到像全尸的口罩 他说这就是review那个 那个还挺真的 我幸好没有戴口罩 也是哭得很厉害 我戴了口罩 然后我也是哭到全尸 然后我没有戴纸巾 然后就就是很痛苦 但是我发现很奇怪 就当时同一时间 有大概十几个观众 然后大部分都是老外 但我还觉得 因为一个是上映率 好像我可能 因为我看的时间段 是不是特别popular的场次 我还以为 它并不是特别受 外国观众欢迎 后来我还问了一下包子 说这个还是老张 我忘记了 我觉得这个北美 或者是国外的市场反应火爆 因为我看这个片子 完全是被 这个朋友和涛涛 就是安利过去的 我没有对这个片子 做任何的电影攻略 所以我完全不知道 甚至在电影的头几分钟 我一度就觉得 我还跟我老公在那儿 argue 我觉得这个人就是成龙 就是那个男主角 因为我完全没有做攻略 我说这个就是成龙 然后老公说肯定不是 口音 我说口音可以配音的 然后我就跟他 argue 半天后来我一查 就完全不是成龙 那真的好像 那么两位女嘉宾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 都情绪激昂的哭得很厉害 老张你谈谈感想吧 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做这期节目的话 一定要请这两位女嘉宾来做 因为我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 我觉得这部电影特别的好 但是可能我和包子都是有点理工男吧 特别直男那种感觉 就是我觉得我们两个看完以后 不会有 比如说我们群里面那些女观众 看完了以后 有那么多的想法 有那么多的感触 特别是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就是女儿的那个戏份 对我来说一点都是无感的 那首先我没有女儿 我也不是一个女性 所以我可能不会去理解这些东西 那包子有女儿 可能稍微会理解一些这个东西 但我还是觉得 就是这部片子的精髓 由我们两个直男来说 肯定是说不完整的 所以这期节目 必须要请两个女性观众 来聊一下 她们看这部电影的时候的感受 和她们怎么样 把电影里面的东西 和自己生活中的东西 去进行一个相接触 因为我觉得电影很多时候 就是一个共情的东西 很多人在看电影的时候 就能找到这一份共情 然后和全世界所有的观众 去同时在看电影的时候 享受这份共情 所以这是电影很伟大的一点 那么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个共情 我们必须得找能够有这个共情的人 来跟我们一块去聊这个电影 这个电影里面有个知识点 就是这里 为Daniels当初在编剧的时候 最开始他其实是把这个电影 核心人物设计成是一位父亲 一个男生的 那么在写这个创造这个剧本的时候 越往后面 他越觉得这个东西 即使应该往情感的高点上面去推 慢慢的两个人就达成了一个新的共识 把这个主人公变成了一个女生 然后才会出现一个非常苦逼版本的杨子琼 那么如果老张 你觉得电影里面的核心人 如果是一个父亲的话 对于你来说会有不同的代入感吗 不知道 毕竟没有看那个版本的电影 但是从这部电影里面看的话 我觉得其实还是要看电影的人 本身内心的这些感受 就是我觉得我对自己的生活是满意度是比较高的 或者是我比较看得开一切的这样一个人 比较乐观 所以我的内心没有那么多杂乱的东西 因为这部电影一开始的时候 就给你一个杂乱感特别特别的强烈 他就是要把这个everything的这个感觉压在你身上 就这一天早上在这个洗衣店里面 这家人发生的所有事情 你就会感觉这个杨子琼的这个角色 他好像叫秀莲 叫Avelyn是吧 秀莲是他的中文名字 然后很有意思的就是秀莲 也是杨子琼在演卧虎藏龙的时候 里面那个女角色也叫秀莲 所以我不知道他是一个致敬的还是怎么样 不管怎么样的话 就是这个秀莲这个角色 他是焦头烂额的开始了这一天 那么我们相信 其实他的每一天都是这么过的 然后他的那个焦虑情绪 我最一开始就已经带入了 所以我虽然不会那么焦头烂额 但是他的焦虑我都懂 就是他一上来那种要死了一样的那种烦躁感 你会感觉到呢 那个电影用深化的方式传达出了这种感受 就是 对 你看他 他就是一个洗衣店 一个这个马上准备要离婚的 就是逼他离婚职的老公 一个刚刚到的这个坐在轮椅上 这个没有办法私立的自理的一个爸爸 然后一个这个叛逆的女儿 还要报税 然后他那个当时我感觉就是 他选洗衣店真的太高明了 你看洗衣店一个圈一样 就是周而复始 浑浑顿顿 不停地转啊转啊转 然后报税也是 就是所有的人都是要像一个圈一样 每年都要像数据报道 还有什么是洗衣服和报税 就是还有什么比洗衣服和报税更加混沌和这个烦躁焦虑的事情呢 对 因为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就是一个象征 象征着你就是焦虑的源头一切就是围绕这两个东西 对啊 这也就是为什么最后那个电影《平行宇宙》里面的恶魔大反觉 最后做出来是一个黑色的贝果嘛 他做出来不是个甜甜圈对吧 因为那东西是甜蜜的 所以这东西是黑的 仍然是缓不停地转啊转 就感觉好像你每天周而复始一定都是这样 然后就是黑色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实你看不到任何希望 没有任何新的东西 没有任何可以给你带来快乐的机会 所以说可能就是这个象征啊 对我觉得这里面象征这里面好多的象征 就我越去想我就觉得他还挺高明的 就是可能我对这个我就觉得很聪明的一个象征手法 当然这圈就是其中一个啦 洗衣店啦 然后贝果啊 贝果就是然后还有眼睛 就是那个先生按到各个地方的眼睛 对然后那个镜子也是个圈对吧 然后这个报税单上的黑圈圈 然后而且贝果跟眼睛我还想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就是我觉得贝果呢 它是黑色的中间带着这个白的 然后眼睛的周围是白的 中间带着黑的 有点太极那个意思 感觉象征好像两个极端又两个矛盾 但是一个是女儿带来的 一个是先生带来的 而女儿带来的就是黑里面 就是走向混沌 但天生的确实会是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就是是在 就是宁愿是虚无 就是哪怕是虚无 他也能够通过细小的东西 给这个东西创造一些生机 对吧 无处无刻 就是感觉这里我不知道是有点致敬那个荒岛余生 就他可以 荒岛余生不是就画了两个眼睛吗 我当时看到就想到荒岛余生 就是他用 虽然都有代表着这个转瞬 转瞬即逝的这种状态 就是无论如何是从这个虚无走向 有这个存在和存在走向虚无 他的状态都是不持久的 但是感觉上一个是父亲代表着 就是说我从虚无当中创造一些生机 把无尽物变成了眼睛 就好像之后杨子琼两个石头也愿意戴上两个眼睛 而女儿呢就是我看透了一切 我要走向虚无 然后杨子琼作为这个妻子就在中间被撕裂 对吧 我感觉这个就是很有象征意义的一个状态 越想越觉得很高明 那个Bagel其实还有一个最简单的解释 因为美国有他们那个 就是在北美的人比较熟悉 有一款特别流行的Bagel 叫Everything Bagel 就是他们用的这个Bagel 因为它叫Everything Bagel 对 上面撒芝麻的 就是上面有一切 就是说这个Bagel上有Everything 所以他们很多人会去吃这个Bagel 所以他用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遍的 一个北美的一个Pop Culture 我觉得就是就有点像是 说给我们的话 可能就是我们平时吃的什么 澳市的什么派之类的 可能澳洲人就会觉得 一下就产生共鸣 就那种东西 其实你说到这个 就它里面有很多的象征什么的 还有你们刚才其实提到说 就是你们都觉得 可能外国人不是会特别能get这个电影 我我跟你们说不是的 就外国人特别能get这个电影 就是不是我们大家以为的 就是说因为这个片子 讲了一个华人的故事 移民的故事 因为其实这个理解 其实是对很多 就移民电影的一个 一个stereotype的一个 这种想象吧 就是因为我们觉得 因为以往看来的确是这样 但为什么这个片子的票房越来越高 就是因为就是它本地的 就是外国人都 应该不叫外国人 就是这样 西人观众就是很喜欢 很喜欢这个电影 就是包括我男朋友当时看完 他也哭了一点点 就是在高潮的时候 但是我发现 每个人跟这个电影的连接点 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我一开始说 这个电影牛逼在于 它里面的主题极大的丰富 以至于任何一个人 哪怕你get不到十个 你总能get到一个 那我只要有一个点打中你了 那你就会给我来付钱 看这个电影 你会把我推荐给别人 我觉得他就是用到这个方法了 就像对我们来说 所以看到好厉害 有十个主题 我最多也就数到六个 没有真的 我等一下给你们讲 有哪十个 我会发现什么人 能get到最多 就是亚裔华人女性 中年女性 他会get到 然后女同性恋 对 就是这些人 他会get到最多 那比如说包子 可以可能能get到 我觉得中间的一半 就是有一半 你们能感觉到是有的 外国人他可能 就是get到的是另外一半 或者跟你们之间有交叉 总之就是只要这十个里 有一个能打中你 你最后就会觉得 这个电影还不错 这是我觉得他最厉害的地方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 可能我们都会懂这些道理 但是我们感受不到这个东西 这我觉得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的 就是我能看懂他想说什么 但是这个东西我感受不到 这个区别其实是挺大的 我们来讨论一下 就是我把我说的这种十个点 是哪十个讲出来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你们你们哪些 get到哪些没有 说不定其实有些 你都没有意识到 我先说第一个 就从最简单的开始说起 就是大家都能看出来 这个故事本身在讲的 比如说他讲到了亲情母女问题 这个东西 比如说就是Cathy最有感受的一块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你会感受到母女之间的张力 我会发现他为什么不是妇女 这个咱们俩之前也讨论过 就包括包子刚才说 如果主角换成爸爸 其实他就是另一种关系了 妇女关系和母女关系 其实是差异非常大的一种关系 而且这个母女关系的张力 是我觉得很少男性观众能get到的 就是很少除非是gay 我觉得gay勉强可以get到 但是直男很少能get到这个 甚至直男跟自己母亲的关系 都是跟母女关系差得太远了 就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他母女关系之间的那种 带一点竞争 就是带一点怨恨 然后又带着很深很深的纠结的爱 带着那种 就是因为我觉得Cathy 你能想象到 你跟你妈妈之间那种关系 其实是典型的母女问题的那个源头 就是那种很多很多的纠缠在一起的那种 像麻花一样的关系 它是其实是这个电影故事的主线 这是其中一个 然后从母女问题我们就连扯到 就是那一条线 就是亲情线嘛 然后呢 第二条线就是 它有一条非常强的线 就是以女强男弱的这个形式 来表现了一种新式的女性主义的爱情观 就是它是一种爱情模式 这又是一条线 这是她的爱情线 就是她的爱情线非常的奇怪 就我发现很多女观众 一上来看那电影的时候 会马上提出疑问 她们有一点点 就有些不喜欢这个类型的 爱情的女性观众 是非常不喜欢这个男主角的 就是我看到很多人去骂她 我就非常不喜欢 对 这个男主角 我看到很多review 是不喜欢这个男主角的 因为这个男主角的设置是非常弱的 他是有一点女性化的男性 就是不管她的身影 包括她们的选角 你会发现这个男性角色的身线 是非常柔的 就是一个不像一个很manly的 那种男人的身线 然后相反 你们再看这个女主角杨子琼 因为她本来就是 她在里面 其实担负了一个别的电影里面 很像男性的一个角色 包括她一开始是一个若咖 最后被选中成为英雄 这个路线一般都是 男性英雄电影走的路线 很少女英雄会走这个路线 就包括你看那个什么 神奇女侠那种 她都不是走这个路线 你发现吗 就不是这种 她一开始是个若咖 然后是一个平凡的女人 然后然后 而且又丑又老什么的 就她不是走这个路线的 但是男英雄 我们经常走这个路线 比如说什么 她是一个默默无闻 在高中里被别人欺凌的 Luther什么的 就老走这个路线 后来突然间有了创转力 然后这个女的 她又在里面 就是担负了打架 什么的这种功能 所以她有一个 特别强烈的女强 男弱的一个编排 而这种男性的设置 其实是现在影像 就是包括我前段时间 去见我朋友 就她现在在 After是学电影嘛 他们写论文的时候 也在讨论了一个问题 就是影像化中的女性主义 其实这是其中一个表现 这是一条 就是说她的爱情线 然后紧接着就是 我们说的就是psychology 这些心理的问题 就是心理问题 它体现在什么地方 就是所有人的心理弱点 就是人的心理存在 就是心理弱点 都是怎么被解决的 如果你去看therapist 你的咨询师经常 我跟你说 你需要被看见 就是你 你真正的 你要被看见 那这一点 现在又在怎么解决 你看到她所有 就是女主角 跟解决配角的那些问题 全部是使用这个方法 就是她最后 是怎么把他们解决的 就是她看见他们了 I saw you 就是用那个google eye 包括她在解决 他们每个人的问题 比如说 一个老头子 前妻什么 老婆死掉了 然后她 mention过 她那个香水 结尾的时候 她就用这个香水 解决了这个老头子 包括什么sm的那个男的 就是看过电影 都知道里面所有的配角 在女主角上楼梯的时候 是一个一个用 我看见你来解决的 这是心理学上面的一个 叫做心理咨询 一个最大的 包括就是容格的 就是容格的那个心理学理论 他就是指的这个 就是我看见你 是一种存在上的心理主 然后紧接着我们 就到下一个主题 就是存在主义和虚无主义 这个其实是被讨论最多的 而且也是 我觉得就属于那种 get的人 就一下就会被这个触动 get不到的人 就是那种 我能明白你在讲什么 但是你打动不了我 因为存在主义和虚无主义 实在是一个 它因为上升到哲学 其实说真的 就是很多人 对这个不感兴趣 也就真的是 不会对它特别 就是有触动 它其实 它其实表现在什么 存在主义和虚无主义 就是它那个女儿的主线 就是它女儿到最后 它妈妈最后解决 它女儿的时候 说那句话 就是 I learned everything Being everywhere You still do this Dealing this life with you 就是我其实不知道为什么 我看遍了世间的一切 我经历过所有的宇宙 我她妈不知道为什么 我还要跟你在这里 就是这句话 就是存在主义和虚无主义 的一个解释 就是 就是她女儿 不是一直在说 我们说 Nothing matters 那个就是虚无主义 就是 她的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看遍了世间万物 我理解了一切 就比如说 我经历过千生千世 像Doctor Who一样 我把宇宙全部都看完 我就会意识到 其实什么东西 都没有意义的 生命也没有意义 什么都没有意义 我们谈指一瞬间就没有了 我们跟宇宙比 我们算什么 就是那种 突然意识到 自己的渺小之后 就是一种完全放任自流 把自己当成尘埃的 那种心态 但是被她妈妈解了 就是把这个心态给解了 就是Nothing matters 其实是有解的 这又是一条线 然后最普遍的一条 也是很多人会说 比如说东西方 原生家庭的文化碰撞 对吧 就是移民家庭到了西方 然后这种融合 她女儿其实是略向西方的 然后她妈妈 其实代表了原生的 东方家庭的那种 包括她的爷爷 就是她妈妈的爸爸 都是这一套 这个我就不足不足说了 这个太明显了 大家都能懂 也是老生常谈 然后这个电影 还有一个非常普通的东西 叫平行宇宙 对吧 它又在讲平行宇宙理论 平行宇宙又是另外一个东西了 跟我刚才说的当时 所有东西都不一样 平行宇宙理论 它表现在里面 比如说 它用一个特别明显的方式 来告诉你解释 那个男主角说的那句台词 他说 你做的任何一个决定 你说的每一句话 你的每一次想法 都会把你引向不同的人生 其实 他说完这句话以后 后面虽然也展示了 比如说杨子琼 就会连接到各种不同的宇宙 但其实有一点 它特别有意思 它会真正的展现出来 说你说的每一句话 就会让你开启一个新的宇宙 比如说那个Jumping Pad 就是女主角 说了一次 我爱你给那个报事员 然后他们就开启了一个 跟报事员谈恋爱的宇宙 就是很多这种 它台词里面稍微 就是我们平时经常说 一个概念特别大 可能台词用一句话讲不完 但是它居然就是能把一个 很虚的台词 就实实在在地贯穿到电影里面 用所有的线表现出来 包括杨子琼 在某一个宇宙里 眼睛扫了一眼 那个热狗的海报 它就开出了一个 有热狗手指的海 就是一个宇宙 就是它说的 你的每一个决定 你的每一句话 你的每一秒钟的思考 那个一点点的偏差 就会偏差出千万的不同来 这一点是这个电影 居然用如此低成本 来展现出来了 因为这个点很难很难表现到 你们想一下 如果这是个问题 我们用影像怎么表达 是非常难的 这是一个 然后就是这个电影 是一个非常像 以前香港老电影 那种无厘头电影 就是它绒梗 它就是刚才你们说到 包括Cathy说到的 接了那个电影 这个电影 包括你们觉得 有点像这个像那个 所有这个 它就是故意的 它故意绒了 各种各样电影的梗 能看出来的 包括什么 什么精灵鼠小 也是那个鼠小 鼠小弟是吧 就做饭的那个动画 还有什么 Rick and Morty 就是很多人都在说 这个电影 就是这个电影的风格 跟Rick and Morty 王家卫的风格 对 王家卫的那个 华眼宁华这种感觉 它里面是 它是直排的致敬的 它一点都没有 就是藏着掖着 就是它就是 我告诉你 这片子是这样 这片 还有在办公室里面 打架的那个开始 全部都是Matrix 还有那个 就是有一个电影 叫什么 那个有一个 特别有名的电影 叫什么 2001太空漫游 对对对 太空漫游 就是那个猿人在 猿人那段 对对对对 它里面很多致敬 这是它一个 比较容易 被别人看出来的地方 然后就是刚才 最初的时候 Matrix也提到了 就是它里面的 具象化的那些想象力 就每一个点 代表着什么东西 你知道我刚才 已经说了11个主题了 然后这几个大的题目 它每一条 从头到尾都讲清了 它居然都讲了 而且都讲清楚了 它有个结局 我所谓的讲清 不是说 你上了一节课那样讲清 而是因为 你知道在电影里面 你放了一个问题 你最后得给个答案 你只要把这个答案放了 多小 你都是解决了 它全解决了 我刚才说的所有的问题 就是它扔了一堆的碎片 最后全都捡起来 然后拼在一起 对对 我作为一个编剧 我以剧作创作者来 深圳来说 这个这种剧本写起来 难道不得了 就是我都在想 它最后怎么能把 所有的线都拉回来 给你全打一个结 这是它最厉害的地方 你就是可能单独 你把它十条线 单独拆出来 每一条都不是那么强壮 我不是说我从头到尾都简单讲 它肯定不能 但是它最后能凝成一股神 然后一下给你解决掉 这是我觉得这个电影 最厉害的地方 对我来说的话 我还是一开始说的 就是里面有很多东西 我懂它在说什么 但是这个东西的话 我没有一个共鸣性在那边 这是没有办法的 就像你说的这个母女关系 我不可能有这个共鸣的东西在 我只能说我理解 但是共鸣和理解 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有些东西 我是永远没有办法去共鸣的 对因为这里 其实我也觉得 我认为因为从最开始 我并没有看到 套套那么多十个主题分析的 那么透彻纤 但是我从中间的时候 我就开始一直有两个字 就闪在脑海里 就是接纳 就是不管是妇女 还是母女 还是夫妻之间 还是自己跟自己之间 接纳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主题 它可以涵盖所有的心理问题 不是所有 就是很多心理问题 所以即使像老张 他没有这种父女 他没有女儿 然后也没有跟妈妈有什么 但是他难道没有 从来没有 在接纳这个事情上 有过任何的这个 焦灼吗 比如说在原生家庭当中 是不是你的妈妈 从头到尾全都是接纳你 无论你如何 他都对你没有要求 因为你也是一个 一名家庭的孩子 对吧 所以就是 因为你看 我跟我先生一块看的 这个电影 而我先生是来自一个 非常的幸福阳光的 一个原生家庭 跟我完全不一样 所以他最后我很惊讶 他也哭了 后来我就问他 我说你想到什么 难道我就 我就好像发现新大陆 我就问他 难道你也不被家人接纳 就触动了你某一些 那个宝藏之类的点 不就是没有被我爸 发觉到的点吗 他说不是 我没有被家庭不接受 我对自己也非常接纳 可是我想到了 对我儿子 因为我们是有个儿子的 我想到了 我对我儿子的 有的时候可能会 不够接纳 可能会给儿子 造成这样的心理的障碍 所以他想到的时候 他心疼的是他儿子 对你知道他共情到哪一个了 他共情到那个 RF宇宙里面 那个杨子琼 Push他女儿的脑子 把他女儿搞疯了 对因为他该到这个点 就是接纳 因为我们一直就是 包括我们之前 看的那个电影 叫做一代宗师 我们都很喜欢那个电影 他里面张子怡在 就是在里面说 就是要看天地 看众人 看自己 就我们要首先 接纳自己 然后再接纳身边的人 就接纳这个主题 其实是还挺大的 可可以cover很多东西 然后就是我脑子里 就一直 所以我刚才说 我作为妻子 作为女儿 作为妈妈 我都有这方面的共鸣在里面 就是甚至包括 后面 涛涛刚才也提了 像这个杨子琼 她事实上是用 I see you 这个我看到你 去解决了 用Google ads 去解决了楼梯上 所有的迎面而来的难题 她都是用 我看到了你是这样的人 我给了你你需要的 其实也是一种接纳 我接纳了你 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为什么她女儿 会变成一个大魔王 为什么她女儿 会如此之痛苦 会要去到黑洞 对吧 会无法被救赎 其实最开始杨子琼 作为妈妈 她都没有明白 她都拉住她的女儿 说 哎呀你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都是因为有个大魔王 不是你的错 什么什么的 其实在那一刻 她仍然没有接待她女儿 就是这样 她女儿还是说 你根本不懂 也就是说 你没有看到我真正是怎么样 你仍然把我 今天今时今日 变成这个样子 规则于其他的原因 对吧 规则于平静宇宙 里某一个大魔王 其实那都是我 我有多坏 我有多龌龊 我有多可怕的想法 都是我 但是你不接纳 你看不到我 真实的我 所以当时杨子琼 还没有该到这个点 没有能够 所以她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挺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这个Alpha宇宙 就是这个宇宙里面 其实每个人 都是自己最成功的 那个版本 包括那个老公 包括杨子琼 包括那个女儿 都应该是所谓 他们最成功的 最强的一个版本 因为Alpha这个词 本来就是一个 就像我们说 那个Alpha狗一 就是最强的 是吧 所以我们电影里面 这个女主角的杨子琼 我们看到的是 最弱的一个版本 她是就是什么技能都没有 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成功的 她是一个最弱的版本 但是电影最后 我们看到的是 其实最好胜 最强的那个版本 赢得最多的那个版本 是自制造出问题的 那个版本 对 然后解释 解释问题的方式 往往是出于 最弱化的那个版本 对 因为她可以去接受 很多事情 对 所以我觉得 就是像前面 套套说的 那么多的观点里面 其实我觉得这个 胜败之论 这个东西 其实是我可能是 对我来说 我觉得比较感兴趣的 一个点吧 你刚才说了一个 特别有意思的点 就是我看到有人评论 讲说 虽然叫Alpha宇宙 但其实Alpha宇宙 是最失败的一个宇宙 对 因为Alpha宇宙 最后的结局 是最惨的 你会看到 女主在那边 是女英雄 早八年就死掉了 然后还把女儿逼疯了 然后女儿最后回来 把爸爸杀掉了 然后公公也死了 就是Alpha宇宙 其实是最惨的宇宙 就是她结局最不好 然后反过来说 其实最弱的这个女的 她就在最糟糕的 这个版本的世界 她就她把一切解决了 然后她使用的方法 这就来了 就是她有一句 她最后用的 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是她从那个男主角那儿学到的 而且不是Alpha版本的 这个男主角 是她的宇宙里的男主角 是这个男的 她最后打架的时候 不是说了 像说 I'm learning to fight in your way 就with your way 对 她有一句这个词 就是说 我在学习 用你的方式来打败他们 这个方式就是 你可能觉得我很弱 但其实我并不弱 我的方式可能更友好 更friendly 更nice 但是我能把问题解决 是我的逻辑 是我的策略 然后这是她自己 这个弱版宇宙的 这个男主角 交给她的 然后她学得了 我特别特别喜欢 这个版本里的 男女主角的这个设定 就是而且我只喜欢 这个很差的 这个宇宙的男女主角 对 我不喜欢Alpha宇宙的 对 因为在Alpha宇宙里面 每个人都觉得 她自己可以找出一个答案 他们对自己 都特别有自信 女主角觉得 她可以就是看穿平行宇宙 做出了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逼着女儿去成为一个最成功的 可以穿越宇宙的这样一个人物 然后Alpha Women 这个男的也是觉得自己可以找到一个 去对付她女儿的这样一个人 他们都特别有自信 觉得自己可以去解决问题 而在这个最差版本的这个宇宙里面 每个人都是不觉得自己可以去解决问题 而去迎合这个问题 在迎合这个问题的路程上 找到了解决方式 我觉得这个就是特别有意思的一点 而且就是我们人生经常就是会觉得 哎呀 这件事情我失败了 那件事情我失败了 但是你不觉得你今天能走到这一步 就是因为你之前的很多的失败 把你走到了今天这一步 那么今天的你得到了这么多的东西的话 其实也是你之前的失败做铺垫出来的 其实你的失败并不失败 我觉得这个电影里面 这条线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点 它其实也是 而你的失败 所谓失败的这个版本 事实上是蕴藏了 几大的这个各种可能性的 因为你可以从任何一个点 因为你已经这么差了 你可以就是就是起死单身 对 简单来说的话 其实就是没有胜利和失败 你觉得是胜利的 其实把你推向了一条死亡的道路 你觉得是失败的 而你却拯救了整个平行宇宙 是吧 天哪 你知道吗 你这就来到存在主义和虚无主义了 这个就是这个片子的主题 对 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是没有意义 但它其实又是有意义的 你发现它所有的讲的东西 都能融合在一起 最后非常自洽地揉成了一个团 这是我觉得它想这个故事 想到如此perfect 你知道吗 就是我要用完美来形容这个故事 它的精巧度真是让我震惊 就待会就是你会想到说 不管你们感受到还是不感受到 它里面所有的线 它最后都能融在一起 都是归到一个解上 那么包子你又没有觉得 就是可能对我们男性观众来说 这个电影里面想表达的东西 可能有点太多 而在观影的时候会有一个杂乱的感觉 我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 从开始的点 我觉得我跟你们的 怎么说呢 立足点就不一样 我在最开始的时候 看到这个女人 就是她生活很苦逼 因为她的爸爸呢 就是给她生活很大压力 她女儿呢 给她生活带来很多烦恼 她老公呢 就是一个非常弱弱的 在她的生活里面 没有办法给她很多帮助的这么一个人 就好像连面都不能帮她煮好 这么一个条件 那么她自己生活很苦 并没有任何各种各样的快乐 所以说她去这个税务局的时候呢 然后她这个时候 她的生活或者是她这个心态呢 已经到了最低点 然后在这个时候开始 她脑子里面就开始想象 关于这些平行宇宙的东西 所以说这些 她穿越了这些平行宇宙之类的东西啊 其实都是她自己一个人的想象 这是为什么在各种各样 你可以说海洋的 就是星辰那么多的平行宇宙里面 最终她面对的大反觉 就是她的女儿 因为在她现在的生活环境里面 她女儿作为同性恋啊 然后跟她家庭的这个 就是叛逆的这个抗拒感啊 是给她生活带来最大的难处的这么一个点 所以说在她的想象里面 任何宇宙里面只要有大反觉的时候 这个人物就是她的女儿 而她的女儿每次在出现的时候 穿着打扮都是作为一个母亲而不认同的 她女儿手里面捂着几个塑胶的那个鸡鸡 对不对 这个东西其实是对于大多数的母亲来说 是一个噩梦一样的景象 所以说就是她这个所有平行宇宙里面的大反觉 是她的女儿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她现实生活中的女儿 给她带来了很多困扰和烦恼 另外一个就是她这个爸爸在这个电影里面 其实也是组织了一帮杂七杂八的小杂兵 然后给她带来各种各样在进行她故事的时候的这些阻碍 原因就是因为她在成长的过程中 她爸爸一直也是一个掌控力很强的父亲 所以当初就是不允许她自己做这样的事情 不允许她做那样的事情 最后她才会选择跟她老公跑掉了 然后跑到移民 然后最后开了一个洗衣店这样子 就是她在成长的过程中 其实也是受到了很多类似于 她现在希望能够对她女儿进行控制的这种体验 所以说她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比如说像她没有跟她老公跑掉的话 她会成为一个明星 对吧 如果是她没有听她父亲的控制的话 她会变成一个厨师 这些东西都是在她脑子里面想象的东西 至于为什么她老公是穿越平行宇宙来给她的 是给她帮助的第一个人 是一个英雄 在那个社务局那个地方打斗起点 是一个英雄 原因就是因为在她生活里面 她老公其实对于她来说 一个相当没有用的人 就是她心中的苦闷都是因为她老公不能给她带来任何实际的帮助 所以说在她一层一层的去想象这些东西的时候 代表着她对她现在现实生活中的烦恼 这是我对这个片子的理解 我在一直在看 一直就是这样理解 就是说这个女人她做的各种各样的事情 包括她会想象 哎呀我现在生活非常非常的苦闷 虽然说当初我喜欢我自己老公 我跟她一起跑了 离开了脱离了自己的家庭 短暂的脱离了自己的家庭 但如果当时我没有跟她跑掉的话 我自己说不定会有更大的成功 那个时候会是什么样子 然后她就穿了一身特别华丽的衣服 出现在一个电影 一个晚会的场景里面去 然后那个时候她会想 其实因为她对她丈夫当年是有真正的爱的 所以说这个丈夫就会在她这个想象里面 在自己非常成功的自己这个环境里面 重新回来跟她相去 我觉得一句话就可以打翻你这个想象 因为我们就活在这个杨子琼是电影明星的这个宇宙里面 她就是一个通过功夫成名的这样一个电影明星 是不是 我们就是活在那个宇宙里面的 所以这个绝对不是她的想象 另外一点 如果她是在税务局里面做这些想象的话 她不会想象她 她现在爱上对过这个税务局的这个女税务员 然后也不会想象她们的手指是相长这样的 刚才包子说到一点 我还觉得挺有意思的 你说那个她 她其实是你说她的想象的基于 是因为你觉得她有一个 比如说她不能够解决她最大的问题是她女儿 她女儿给了她很大的困难 所以她把她女儿想象成敌人 这个就是完全不通的一个解释 如果是这样的话 对她跟税务局那个你谈恋爱的宇宙里 是完全没有她女儿 很多个宇宙是没有她女儿的 在她的想象中 她女儿是不存在的 所以她女儿是完全是以一个 就是这个你刚才的这个假设 存在的一个设定 就是她不在她的想象里面 在她的想象里 她如果要跟那税务局女的谈恋爱 在从事之中 你会发现在那个宇宙里面 他们俩关系的那个宇宙里 最大的问题是她自己 所有宇宙里面制造问题的那个 都是她自己 而不是她的 不是她女儿 我知道你说这点我很清楚 就是说当她在想象 自己没有这个女儿的时候 那个宇宙里面 这个女儿就不会是大反觉 那种宇宙里面就没有反觉 比如说当她想象自己 是厨师的时候 那个宇宙里面就没有大反觉 她想象自己变成了一个大明星 然后又跟这个戴着眼镜 穿着西装革履的 当年的恋人 重新相会的时候 那个宇宙里面就没有大反觉 有女儿存在的环境 就是说她已经跟她老公结婚了 然后这个女儿女生存在了 然后这个女儿呢 就被就会变成她生活里面 或者是她所想象的平行宇宙里面的一个最大的这么一个危机 你们这个女儿的未来和这个女儿现在的存在是给她生目前生活带来最大困扰这么一个元素 你们可能一上来感到那个特别痛苦和复杂的那个痛苦境地 你会觉得你从中提取出来的是她女儿 她最大的困难 但是如果你但凡是 就是比如说女性关注 尤其是中年女性 像她这个年纪的 有孩子有家还是移民 还有老人 然后老公又弱 然后还有个问题女儿 然后家里面还一堆事 还要报税的话 你如果是问这样一个女性 她能立刻的get到 她最大的问题肯定不是女儿 所以你的一上来的这个总结是女儿是敌人的原因 是她最大的问题 这就不成立的 她为什么会总结出女儿是最大的难题 是由于倒推的 因为平行宇宙当中有大魔王 对 这是你倒过来的 对 你想一想 她老公和她一张离婚纸 什么都帮不了她 她爸爸马上就不自立 然后要早餐 然后她有太多的生活焦虑点了 而且难道不是税务局那个人给她这么大的压力吗 这个男的不是大魔王吗 税务局给她的压力 其实只不过是一个非常随机的 当下的这么一个压力 女儿给她的压力是很长一段时间 急累而来的 如果你要是真的有一些国内的同学 他这些人就是在自己的婚姻里面 两个人就是老公和老婆之间的感情 已经非常淡化了 非常平淡了 这个时候老公老婆之间的东西 其实只不过是亲情 或者是只不过是稳定生活的一种 一种怎么说的搭档感觉 那么他们会在这种情况下把自己的爱 或者自己人生未来的这个期待 全部都灌输在培养孩子身上 这个时候他们身上的最大焦虑 其实真的就是以孩子为中心展演展开的 像他们这些就是做法 就是把这个片子里面做很多 就是小品化 可以在每一段看起来很热闹 很色彩感很强 结构感很强 或者是很随机的加进来一些 这些幽默感的东西 什么的 比如他引用什么黑客帝国 或者是里面有很多像什么老香港功夫 偏学功夫之类的东西 或者是什么时候 突然之间让自己的小木手 就变得非常粗 然后弹弹弹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非常有点无厘头 或者是跟周星驰的那些作品比较类似的 我并不觉得这些东西做起来很难 因为很多时候这些小品性的东西 你可以在一边做的时候 一边随便什么人有个主意 你就可以加进来 它并不一定是全局统筹 只花了很大力气 在十个月之前就已经写好 这些剧本细节 我觉得这些东西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我觉得一个主要的 对于我来说这个片子的问题 就是说虽然说它每一个小片段 看起来都很彩旋 都非常有节奏感 但是这些小东西加在一起的话 对我来说是整个这个电影 对我来说就是有点长 因为看到中间和后来三分之二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片子里面 有一些非常强的重复感就出现了 因为它整个这些打斗的东西 都是存在于那个数据环境里面的 就有些时候感觉到 虽然说它用了很多想象力 或者是各种各样的片子 制片的手段 去加这些特技业之类的东西 但毕竟这个片子 它的投资是2000万 所以说有些时候 在这个屏幕上还是能够看得出来 另外一个重复的东西 确实也是挺明显的 比如说像厨师 跟他身边的那个男孩在一起 然后就有那个头上的一个浣熊 那个地方就是重复感 其实就是蛮强 另外一个就像花年华那样 就是他自己变成个大明星 然后跟 就假设自己没有跟老公结婚 然后两个人在聊天的时候 那个地方也是出现了两次 就这种重复感 对于我来说 其实也是蛮敏感的 我觉得这个片子 如果是在稍微剪短一些的话 大概剪短10分钟到20分钟左右的话 对于我来说可能会更好 有一点理解就是 为什么包子他觉得非常琐碎 他已经讲了好几次 觉得有点长 有点琐碎 是因为你看涛涛你刚才说了10个主题 这10个主题就像珍珠项链的石条线一样 这个导演他把所有的碎片扔在地上 然后用这10个主题全部串了起来 但是包子看不到这10个主题 他看到了一个或两个 于是所有其他没被串起来的全都是碎片 对他来讲 所以他觉得非常重复 他觉得非常琐碎 然后就刚才 我觉得就是你刚才说到那个 你提到了包子 你提到那个浣熊 就是他在致敬料理鼠王的那个浣熊那里 你说出现了好多次 你觉得很冗长 就有点长 但是其实我反而在那个浣熊的那个例子里 看到了接纳和情绪的一种逼近 就是他最一开始是压抑自己的 他明明可能发现了浣熊在操控 对面那个厨师的这个 这个这个一个事实 他一开始不说 后来他突破了自己 接纳了自己之后 就揭发了这个事情 揭发了这个事情之后 他以为就已经解决这个事情了 后来就发现原来对方是非常依赖这个浣熊 跟这个浣熊有很深的感情 他是其实非常需要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 需要有浣熊这样的人来操控他的 于是他就开始除了接纳自己以外 要接纳了对方 我不再打压你了 我接纳了你 于是就开始陪着这个人去追这个浣熊 因为我接纳了对方 然后接纳了对方 然后他到最后 然后就发现在接纳的过程当中 不是每一个人被接纳的人 都能够有足够的力量 去继续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 那他作为朋友也好 作为在那个世界当中的一个 鼓励对方的一个人也好 他的力量就加强了 他换了另外一个阶段 就是我不单止接纳你 我看到你 同时我还empower you 我给你力量 于是我开始飞起来 像帮着你去追这个浣熊 这个是层层递进的 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复 我觉得是不断地冲向这个 而且他跟其他的宇宙都有 相对应的 每一个阶段都在对应上的 然后而且他最后就回到了 他跟他女儿那一幕 就是我幻想过这个事情 这个电影到最后 跟他女儿那一幕 会是我会带着我女儿 在他外公面 在我爸爸面前说 我女儿是同性恋 她是她的girlfriend 这一幕我幻想到了 但是他让我觉得 非常妙的一幕 就是他的女儿 当时并没有接受他 甩开了他的手 走出去了 然后那一刻让我觉得 我特别特别触动 是因为这个女儿身 本身除了要需要 被杨子琼母亲接纳一块 他自己都已经不接纳自己了 所以不是那么容易 就可以破解这件事情了 所以他必须要追出去 重新再往前走一步 然后再加上 他要把他女儿拽出来 然后说出自己对这个女儿的一些抱怨 说你也要接纳 我不可以 我一直走 就是这些是一个 对于接纳的过程当中的一种拉扯 在我看来 情绪是层层逼近的 没有任何重复的地方 就是他的每一个重复的地方 其实都是不重复 我觉得他里面内容是不一样的 他只是壳子看起来是一样的 我说一下关于这个Rata 2 就是料理鼠王 这个引用的地方 我是怎么觉得的吧 料理鼠王这个片子呢 是在2007年出的 那么这个片子 他在这个片子里面呢 杨子琼这个Evelyn 他故意说错了 他说成是浣熊 而不是Rata 2 就是真正这个电影的样子 并不是仅仅是因为 他不能抄迪士尼的东西 我觉得他故意这么做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他想说这个片子 杨子琼这个人物角色 知道其实是孩子们看的 当年可能他跟孩子一起去看了 或者是孩子要求看 但是所以说他就知道有这么个东西 但他之所以能够记错 是因为他其实是在孩子的生长过程中 并没有对孩子的心理要求 有百分之百的细致的这种提供 所以说他知道孩子大概要什么东西 但是他自己脑子里面仍然是记错了的 这个意思就是说给了我们一个窗口 让我们知道他在孩子的生长过程中 他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母亲 他其实做了很多缺失的事情 至于最后 他如何把这个东西继续往前演变 他做的事情其实跟料理鼠王里面的东西 并没有特别多的区别 而且这个人物或这个宇宙线 存在或不存在 也并不真的影响这个母亲 跟这个女儿之间最终的这个矛盾解开 所以我在这里 我并没有觉得他就是存在 真的在时间上有那么大的必要 从一个大致上面 我还是比较赞同宝泽 就是这个故事里面 其实有很多平行宇宙说的东西 大致上的感觉是一样的 就是比如说 他们在认识到了那个黑圈圈了以后 他跟着女儿的想法去 觉得这一切都无所谓了 然后在每个世界里面 他都开始去伤害他人 是吧 在那个香肠宇宙里面 他去伤害那个爱他的那个女人 在这个厨师的这个世界里面 他去伤害了他的同事 其实他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 然后在后面的一个反转之后 他们又看到他是怎么样去 在每个世界里面 把身边的这些人 重新再给关怀起来 所以有了刚才说到这个楼梯上面 一路上打上去 其实是关怀每一个人 这个东西 我觉得的确是有一些重复性的 那你说细节上面有区分 当然是有的 不然的话根本没有必要去做它 但是总体来说 这部电影对我来说 可能稍微有点长 如果可以把它切到两个小时 或者是一个小时45分钟 这样的话 我觉得会更紧凑一点 那么肯定是要去牺牲掉一些东西的 那我觉得这个Ratatouille这个宇宙的话 我觉得是跟他最没有关系的 因为完全是他跟一个和他主线宇宙里面 没有任何关系的这样一个男人的一个故事 其他的宇宙的话 多多少少都是跟他家里人 或者是跟这个税务局的女人 都是这部片子里面比较重要的角色 有相互有共鸣的这样一出戏 所以我觉得Ratatouille这一段 我真的是觉得可以去删掉的 我这里一定要让我说一句 你没说这个点 就是恰恰就是我最欣赏他的地方 就是之前你记得我说了一句 我说因为男主角说了一句台词 他说不管你说任何一句话 或者你看到任何一个东西 你的一个决定或者什么东西 都会开出一个宇宙 我就是觉得这个就是浣熊的宇宙 就是证明这句台词的一个最好的 一个他演出来了 就是他告诉你说 就因为你把这句话说错了 你在这说了一句话 你跟我随便聊天的时候提到了他 所以这个宇宙就exist 他就存在了 他就是这样 他没有任何原因 他就存在了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宇宙的话 你在一开始表示那一段的时候 就是说明这个宇宙里面 的确是有一个浣熊 然后在操纵那个男的 到这边结束了就可以了 后面那些伤害和挽回那些东西 在其他宇宙里面表示就可以了 可能在那个 杰米利·科特斯身上表演的话 我们会更有共鸣感 因为这个角色对我们来说 在这部戏里面意义更大 而这个男的 他只是个客串角色 但是他的重要性没有那么强 所以观众从他身上 可以得到的东西 也是比较有限的 其实就是也又连到 另外一个点也特别有意思 这个宇宙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浣熊宇宙 他在就是外国人那儿 特别受欢迎 就是特别受欢迎 甚至是好多人 就是会更喜欢他的原因 所以其实我都在想 是不是可能就是我刚才说的 这个片子里面的很多很多的题里面 某一部分是能切中某一些人 某一些事 所以他把它全都要了 这样他就所有的人都get到了 每个人都有喜欢他的那个点 我是觉得就是有很多宇宙 比如说有一个宇宙里面 他们就是两个吊在树上的娃娃 其实就像这样一笔带过 可以让观众自己去想象 如果在那样的一个宇宙里面 我们都会是怎么样的 其实这个很简单 不需要就是那么多宇宙都去深挖 我觉得他深挖的宇宙可能多了一点 就是稍微平衡性有点打破 我是觉得这个片子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因为他提供的这些素材 确实是挺丰富 所以会给很多人 就是不同解读方式吧 因为这个片子最终看起来的话 感觉像在照一面镜子一样 就是如果是对生活里面 什么地方有什么苦闷 或者什么地方有什么不满 那么这个片子可能会给你足够的机会 让你去反射自己 所以说这个片子是真正的 就是每个人看到的可能东西都不一样 我是在那么多喧哗之后 我觉得最有感触的是两块石头 我真的就觉得这个反差感特别的强大 前面那么多打斗 那么多争吵 那么多矛盾 那么多不快乐 但是真正的你看 其实就那么大的宇宙里面 我们就是这个隔壁上面的一块石头 有什么好不开心的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最简单的一种方法 把一个最大的道理给说清楚的一种方法 那个反差点实在太好了 我就是说 我前面Kathy说 她看到那个地方哭了 我看到那个地方是会心的一笑 我觉得这个是牛逼的 这是导演做的最牛逼的地方 就是前面特地把它铺垫的那么的繁华 但是在这边的话 就是来给她来个特别大的反差 就是什么都没有 话都没有 一片混乱打斗之后 一下子杨子琼就坠入到一个地方 然后变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墓碑一样 当时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觉得 它好像变成一个墓碑 然后镜头一拉变成了两块石头 然后我看了一些影评就说 当时最开始导演的设想 是要有这个对白的 就是说出来的 而是杨子琼本人他觉得 还是这里连声音都没有 换成字幕效果会比较好 那我现在想了一想 我觉得确实是连声音都没有 只有风声和字幕 那是我看电影看字幕最认真的一段时间 然后就一直哭 我也是 我那里 我那里没有 也哭了 但是我记了那里有一句台词 我特喜欢 是我最喜欢的一句台词 就在那个字幕里 是他 不是 那太简单了 不是 是他女儿 在最后叨叨叨了一堆 给他妈讲了他 就是你看我们其实就是 我们就是一堆 shit 我们就是piece of shit 我们就是stupid 我们又小又愚蠢 啦啦啦说了一堆 OK 他最后来了一句 其实他女儿是不甘心的 就是哪怕我已经 就是这么绝望 觉得我什么都不是 你也什么都不是 大家的生命都没有意义 他最后来了一句 他说 我本以为 你能让我看到有别的可能 我本以为你会让我 见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呢 他为什么会说这句话 就是他其实 他拽着他妈 他一开始所有人都误解 他女儿要杀他妈 其实他不是要杀他 他就是说 我根本不是要杀你 我只是想让你体会 我所体会的 看见我所看见的 然后跟我一样 对这个世界绝望 然后告诉我 对这个世界 就是美意义的 Nothing matters 但是他妈 给了他一个 不一样的结局 就是他就 他不是在那石头那儿 最后什么时候 我以为你会 让我看到什么 不同的东西呢 然后那一幕就结束了 然后他妈就给他 看到不一样的东西了 就是他妈最后 用那句台词解释 就说对对对 他就是对着那个 上车的那个女儿 说的嘛 他说是的 我就是我看了 我学了一切 我到了各个地方 然后我还是他妈的 要跟你在这个地方 我都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跟你在这儿 但是我还是选择 跟你在一起 就是跟你在这个宇宙里 他解决了 他女儿的那个问题 他说我以为 你能给我看到 什么更好的东西呢 那个更好的东西 非常土 就是爱 就是爱 就是nothing matters love matters 我最喜欢的一句台词 是里面 他们两个母女之间的 第一句对话 就是说 every new discovery is just a reminder 然后揭画 we are all small and stupid 就是我们所有的新发现 那里我也哭了 对 最后会让我们记得的 就是我们其实非常的渺小 非常的愚蠢 但这个愚蠢是非常乐观化的 我觉得人生就是要这种乐观化的愚蠢 你觉得你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 其实错误的选择 你一直走下去的话 也是一个好的选择 是不是 各条路都会通向罗马的 是吗 所以就是 没有什么是真正的stupid 只有你 一直去觉得这个东西是特别的愚蠢 你会过不了自己这个坎 其实没有人会在乎 你是不是做了一个很愚蠢的决定 只有你特别在乎 大家只想看你这条路走下去了以后会怎么样 那你走一条错误的路 你把它走精彩了 大家看到的就是你的成功 所以你们觉得这个电影当中 反而女儿这个角色在这样的一个年龄当中 是看得最透的人吗 她为什么会看得这么透呢 她没有看透 她把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东西看得太悲观化了 我是把一切没有意义的这个东西看得非常乐观化的 我对女儿的这段戏 就整个关于女儿这个设定 可能跟你们的理解都不太一样 这个女生最开始 这个女儿最开始出现的时候 她是带自己同性恋的女朋友来的 她的目的呢 其实感觉好像是想要把她作为同性恋 有一个同性恋伴侣这个事情公布于家庭 那么后来她妈妈把这个事情给压住了 她就不开心了 那么到晚上的时候呢 她妈妈把这个事情公布于中了 她仍然不开心 为什么呢 其实这个原因就是 她其实目的并不是为了公布自己是个同性恋 自己有一个爱侣这个事情 她希望能够做整个这个家庭环境里面的焦点 让别人来注意她 而她妈妈不管是压住了她要表示自己出柜的这个第一次 或者第二次直接跟爷爷说啊 她其实是有女朋友的 这是她的女朋友 都是在抢她的光 所以说这个时候她就不开心了 不管你是说我出柜我也不开心 你不让我出柜我也不开心 然后她就出去了 那个时候可能给人大家感觉就是说 其实这个事情很矛盾 其实你并没有理解这个女儿具体要的是什么 她具体要的是大家要注意她 注意她的决定和感受 而不是就是说她是一个女同性恋 有女朋友这么一个事实 这点作为直男我都觉得你错了 就是女儿在乎的是 她要亲口和外公说这个事 这是她在乎的一点 她要告诉外公 第一次也是她要告诉外公 第一次的话是她妈妈给她编了个谎 说她是她的好朋友 第二次是妈妈没让她说 妈妈抢了她的话语权去说 她和外公的这个接触是 其实是对她来说是很重要的 是让她说出来的话可以让外公去接受 这比妈妈说出来让外公去 就是妈妈作为一个传达消息这件事情 直接告诉外公是两码事 这个我觉得这一点我是可以感触到的 我觉得包子说的一部分我是认同的 老张说的一部分我也是认同的 可是作为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我觉得她生气的原因是确实像包子说的 她妈妈以为当着她外公的面 宣告了我承认了你的这个身份 就是给她最大的恩赐了 就是给她接纳了 她妈妈以为这样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这是不是她女儿最想要的 或者是可以这么说就是 这not enough是不够的 因为她女儿的damage 她的那个伤害已经造成了很深了 她现在不单只是 她妈妈不接受她 可能她担心她外公不接受她 自己也未必能够立刻面对这一切 她受到伤害很多 所以她没有办法立刻面对这个 所以她跑出去了 她需要 她的伤害已经造成了 她没有办法这么快 难道这样就已经可以换来我感恩替零 我立刻接大欢喜吗 做不到的 你以为这样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并不是她想要亲自跟外公说 或者也不是说她想要成为焦点 而是我觉得这里面的伤害太深了 不是一句话就可以 因为杨子琼当时的反应摆明的就是 我已经想通了 我接大你 来女儿你看妈妈做给你看 就是这样我在外公面前宣告了你 对不对 这已经是我可以为你做到的事情了 你应该可以觉得这个事情解决了吧 母女关系应该可以从此得到升华 咱们之间的隔阂已经没有了吧 但并不是的 哪有这么容易 之间他们之间的母女隔阂太深了 没那么容易的 所以她冲出去了 你以为这样就解决了 没有的 然后她把杨子琼才出去了 直到她最后把她 就是她 在她其中一个平行宇宙当中 她的爸爸是Let her go的 但她走掉了 然后她的生活也不是很幸福 而杨子琼在这个世界当中 她女儿也要坐车准备走 本来杨子琼的压抑自己的性格 这一步就已经差不多了 她已经能做到都够了 可是她女儿要的不是这个 就如同她女儿 杨子琼本身当年要的也不是这个 她需要她妈妈不单止接受我 还要像浣熊那里 那个宇宙当中给予的东西 所以我不单止接受你 我陪着你去追那个浣熊 当你没有力量 当你想要逃避的时候 我需要背着你往前走 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足够的力量 在原生家庭当中受到了 这么大的伤害当中 伤害了之后 我还要能有力量往前走 我已经伤害了这么深了 这个时候需要我的朋友 我的家长 我的母亲帮我一把 陪我一把 所以这个时候我要拉住你 为什么当时你爸爸 我爸爸不拉住我 但是杨子琼当时拉住了她女儿 跟她说 你也要想一下我的想法 我这么喜欢你 所有的宇宙 像她刚才说 所有宇宙都看过了 我最后还是要跟你在一起 是因为我爱你 是因为我需要你 然后这个力量是很强大的 才把她女儿全部包我们到 这才是她女儿想要的 于是才变成了 极大欢喜的结局 这个才是我觉得 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局 基本上就是那个大石头 掉到了悬崖下面 去追小石头的一个 人体解释版 就是他们有两个人 一边 因为其实你说了 他爸爸当年让他走 他当时是这样的 就是我为什么不能 既拥有自己的爱人 又有爸爸妈妈的爱呢 但当时是因为 我为了跟爱人在一起 你们就不要我了 所以他其实受到了 这样一个创伤 而这个创伤 其实他又叠加给他女儿了 有一点也是让他女儿 处在那种 你要么跟这个女的 就是你要我的爱 就是我会嫌弃你喜欢的人 或者是我接受你 就是所以他其实 把他当年的那个处境 又扔给他女儿了 所以他在车那个地方 把他女儿拉回来 其实是解决了 他当年在车里坐着 跟爱人走的时候 眼看着他爸不要他的 那个结 是这样一个双结 我觉得 而且当时还有另外一个 特别大的类点 是在他杨子琼 在洗衣店发疯一样 然后拿那个棒球锤 然后打翻了 这个洗衣店的玻璃之后 然后那个他的老公 最懦弱的那个老公 拿着这个刀把 轻轻地扫着地 还唱着这个 恭喜发财的那一刻 特别地感人 因为无论你什么样的状态 对吧 他都 因为杨子琼这个在 现实的这个宇宙当中 就在本宇宙当中 事实上他如何能够 获得这些救赎 他女儿的力量 是因为他通过他丈夫 在混沌当中的温柔而有力的 这种爱 得到了救赎 他女儿暂时没有得到的 他女儿还没有出社会 他那个girlfriend 还没有能够足够给到他救赎 就是在延生家庭当中 受到的伤害的这些人 他们只有在 寻找办理的过程当中 遇到一个类似 男主这样的人 对吧 他即使窝囊 即使看上去 没有那么man 对吧 但是他温柔又坚定 包容你的一切 给你无条件的爱 这个无条件的爱原本是原生家庭 要给你的 但是没有 他爸爸没有给他 他老公给他了 他意识到了 于是他就重生了 才能够传承下去 给他女儿 这就是我 我对这个事情 对 这就是我 这就是我 感触特别深 对 其实有一句老话说 一个电影的诞生 是有两次 第一次是当编剧 把它写在纸上的时候 这是它的第一次诞生 第二次诞生是当导演把它拍出来的时候 这个电影是它的第二次诞生 但是我觉得一部电影 它的第三次诞生 就是由观众们在电影院里面 把它给看了 然后去理解了这个电影 那么这部电影很明显 就是我们每个人去看的时候 其实都带着自己的感受 带着自己的人生经验 带着自己的灵魂上的这些感触的东西 去把自己的灵魂和这个电影 想表示的东西联合在一起 想在这个电影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每个人 对这部电影都 拿到的东西都不一样 感触点都不一样 或者有多有少 或者有十几个感触点 什么的都有 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 从这个角度来说 的确是非常非常成功的 那么我们最后再给这个电影打个评分 我们的评分标准是优良中差 那么套套先给这个电影打个分 然后总结一下 哎呀 优良中差只能用这四个来评 我可不可以选超级优 近五年来说吧 近五年 我觉得是我近五年看过的最好看的电影 近十年都有可能 但是因为太早以前我忘记了 所以就说近五年吧 好的 因为我可能是跟包子 完全或者是比较不一样的一种 观影类型的观众受众群体 我是极不理性的 我是完全感性的 如果这个电影给我从头到尾 一个感官的一个盛宴 然后让我完全能够共鸣 能够带动 曾经包子跟我说 我是一个电影的消费者 然后我觉得这部片子 就是基本上拓宽了 让我觉得导演能够调动我的情绪的边界 所以让我觉得非常的 然后能够带动我很多点 所以肯定是你们当中的最高的那个评级 就是优 如果套套有超级优 我就跟他一起吧 我给这些片子打个凉嘛 因为我觉得这个片子 其实对于我来说 真正让我觉得感兴趣的是 他们在这片子里面融合的想象力 和如何把这个片子打制出来的 这些过程和手段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片子 其实本身 它的这个制作成本非常低 所以说未来给我们一个 视觉盛宴方面的这种体验感 所以说它其实有很多细致的努力 所以这个片子里面 就是关于那些对其他电影的引用 或者是随即而来的这些喜剧港 什么的 我还真的是比较一般 但我觉得这片子至少给我们提供了 非常丰富的这种 就是自我反应的这个机会 所以说也提供了相当多的话题 在这一点上 这个片子其实是相当成功的 我给这部片子打分也是一个量 其实我是挺喜欢这部电影的 但是我可能不会觉得这部片子 可能是近几年最好的一部电影 因为我觉得整体上面的话 它还是可能是偏乱的 对我来说的话 我更喜欢就是一条主线 然后说的比较充满的 感情也是比较充满的 可能像那个乔乔兔 或者是爱情故事 这样的电影 我可能是更喜欢的 也有一点就是像我们上周节目也说的 就是平行宇宙 就像时间穿越一样 肯定会有很多毛病在这个里面的 这部电影虽然运用的非常好 但是也进入了他自己的一个死区 就是所有的平行宇宙里面的 他的用法 其实都是用他们身上的 这些武术技能的东西 包括做厨师 滚个鸡蛋 也可以作为一种打斗的方式 但是为什么就没有去找一些 就是可能在一个平行宇宙里面 他是做律师 或者是心理调养师什么的 用这种方式 就是说我觉得这方面的话 他就像我一开始说的 他其实还是需要去包装成一个武打片 去吸引大众观众的 这个做法是没有问题的 也是可以理解的 为了票房 大家都会去做这种事情 但是我觉得作为这一样一步 其实说家庭关系 说可能哲学方面 更深一点的讨论的这些东西的话 可能我不想看到那么多的武打 特别是有些无厘头的武打 特别是要就是暴局这些东西 其实很多东西在一开始是有解释的 就是说你要做一件非常夸张的事情 但是这个夸张的事情 是有α宇宙的人告诉你 你现在要做一件是怎么样夸张的事情 才可以穿梭到哪个宇宙去的 但这个东西到了后来的话 都不解释了 只要你做夸张的事情 你就可以穿越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到到后面的话 可能稍微有点散 总体来说我还是很喜欢这个编剧 这个剧本的编制方式 就是我觉得真的是脑洞大开 但是可能开得太大了 这就是我的最后的想法 好的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们还是非常感谢两位女嘉宾 参加我们的节目 那我们的女嘉宾呢 也是活跃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的 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进我们大话说电影的微信群 来我群里面呢跟我们这些影迷朋友们 一起交流 那么在这里还是再次感谢两位女嘉宾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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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好的 拜拜 好了 非常感谢 然后那个我们群里面聊 OK 本周电影新闻呢 我们看第一条是网飞啊 网飞早在2018年的时候 就曾经尝试过在平台上添加广告 最近呢 网飞平台又一次表示 将会在这个月费计划中间的增加一个选择 就是插播广告的这么个选择 据称呢 这个新计划将在2022年年底跟大家见面 目前呢还没有具体月费的信息 或者是其他细节 对 其实网飞这几年一直在涨价 现在是所有平台中 我觉得好像是最贵的一个 月费的这样一个平台了 所以他要推出这个广告计划的话 其实也是一个就是减低月费的一种方式 但是我记得有几个平台就是 有广告的话基本上是免费的 就像我们看平时的电视一样 其实都是广告嘛 是吧 所以我不知道他这个做法怎么样 但是按照他现在这个亏本的方式 不管怎么样都是要做一些不一样的这些策略出来 然后转变一下现在的这个营业方式吧 包括我们一直聊的就是网飞的剧 是不是应该就是一下子全部扔到网上 还是跟其他平台一样 一周一周的这样放 可能会更持久这些观众对这个剧的热度 对这个平台的热度 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是有一个好剧的话 不是说只是吸收一个月的月费 而是吸收三到四个月的月费 这个样子吗 我觉得可能两个月吧 因为网飞没有什么特别特别长的剧吧 我觉得可能两个月基本上就可以看完 十几集每周一集的话 大概也就是两到三个月 如果三个月的话十二集很容易就拖到三个月 对而且就是大家对聊这个话题会更长久化 因为每一集出完的话都会聊 那么又是一周就一周聊掉了 像我们现在看很多剧 比如说我们看那个丧尸校园的话 其实这个剧出了以后 可能一个月以后就没有人在聊这个东西了 所以他可能如果是二月份出了这个剧的话 到三月份就没有人会去加网飞去看这个剧了 但是如果你是一周出两集 是吧 或者是星期一出一集 星期五出一集 或者星期一出两集 星期五出两集 把它给分散开的话 可能这个剧在大家的话题中的寿命会更长一些 那么有更多人会加入网飞来看这个局 我觉得反正是不管怎么说 网飞最近对他这个财政方面的东西感觉有点压力 我听到另外一个信息 就是说从今年大概年初开始 他们大概是损失了大概将近一千多万的用户 可能也是其他平台不停的有新的东西出现 所以就跟他们来说竞争力就相对来说更强 所以说介绍广告进来的话 可能是从给自己拓宽一个收入的一个渠道 但是我觉得介绍广告进来 总而言之会影响观众们对这个剧 和对这个屏幕时间的这个粘性 所以这一点上其实两刃剑 这个东西真的是要非常谨慎的去做 就是像你老张你刚才说 如果这个剧做完了之后不一次性放出来 而是说一集一集放出来的话 这其实也非常不是一个好办法 但是好像他们一直在原则上来说 就是比较不推荐这么做 所以说不知道他们到底在这方面会不会破功呢 我觉得加入广告还是挺好的 就是首先有一些可能现在 比如说我们澳洲这边是17块钱一个月 网飞觉得太贵了 然后出一个有广告的给你9块钱一个月 你会肯定会去看是吧 看了两个月 你发觉你实在受不了这些广告 你会更认可这个17块钱一个月的这个月费 是不是 那么你就会更忠实于网飞这个17块钱了 有这个可能 那么有些人他就是不愿意付这个17块钱 他就只愿意付9块钱看王飞 那么这些人的话 他也有一个入门的方式了 是不是 本来的话他就觉得这个太贵了 那我就去看苹果 或者就去看亚马逊 是不是 下一条新闻是《灾心奇缘》这部名片 现在有一部外传电影正在筹备中 据说这部片子的剧本还没有最终另稿 但是电影就是围绕着当初原著宗 就是杰马逊的那个妹妹人物展开的 讲述的就是妹妹如何与他当初那个老公相识相恋 然后他们这个爱情如何受到当时家长的 就是长辈的这个排挤和反对 我对前传不是特别感兴趣 我倒是想看杰马逊后面 就是最后那个舞会上面认识的那个年轻人 也就是这部 今天我们聊的这部电影里面 那个厨师的那个男演员 他们两个人后来的爱情故事是怎么发展的 因为他在这个《灾心奇缘》里面 是跟老公是绝对要分掉了 对 是吧 那么跟后面这个年轻 然后跳舞跳得很帅气的这个男生 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 我觉得这个可能更好看一点 因为大家对他的那个老公实在是不感兴趣 你要再回去看他们怎么认识的话 其实大家没有这个兴趣在这边 我觉得其实你说这点相当有道理 因为不管他们在前传里面 如何轰轰烈烈的去爱 最后他老公还是富贵了 所以说你在看前传的时候 你是没有办法为他们的爱而那么感动的 因为你知道后来这个东西是失败的 而且失败的非常惨 那么就是说如果是把他从 《灾心奇缘》那个时间点继续往下走 讲他妹妹如何去寻找真正的幸福的话 可能对就是《灾心奇缘》这些固定观众来说 应该是一个更有吸引力的话题 OK 下一条新闻是 以女性角色为特长的电影导演 Paul Feig 最近是十分忙碌 他为自己2018年的一部悬疑电影 叫做《一个小忙》 英文叫做《A Simple Fever》 那片子制作的续集 现在已经在收尾过程中 同时有另外一个新的系列 叫做《The School for Good and Evil》 已经在后期制作 电影目前阵容的包括 Charles Throne 杨子琼 Rachel Bloom Ben Kingsley 和Lawrence Fishburne 怎么说来说去都是这些人 上一条新闻说的是 今天里面厨师那个男的 然后这条新闻里面又有杨子琼 然后《一个小忙》里面 其实也有《灾心奇缘》里面的男主角 Henry Golding也是在那里面 其实演的还是挺不错的 我挺喜欢那部电影的 就作为一个小制作 我觉得就是Blake Lively 什么的都是演的特别的 特别出色的在这部电影院 所以如果大家没有看过 这个《一个小忙》的话 可以回去看一下 因为我觉得这个续集的话 我肯定是要去电影院看的 OK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边 应该是挺长的一期节目吧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那么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可以给我们的节目订阅 点赞 打分留言 把我们的节目分享在你的朋友圈 微信群微博上面告诉更多喜欢影视的朋友 一起来加入我们讨论电影 那我们现在所有的节目都可以在国内外 各大播客平台上面可以搜索得到 只要搜索大话说电影 对于我们节目或者讨论的影视作品 有任何的问题或者话题讨论 都可以在各大平台中跟我们留言 或者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话说电影 从中可以取得加入我们微信群的方式 还是再次感谢大家 对我们节目第243期的收听和支持 我是主播包子 我是老张 我们下周再见 下周再见